最后一个问题 众生处处 是因为 妄想分别执着 若用功时 佛号也不念 从无心处下手 从无念处下手用功 能成吗 能成 这是最高级的佛法 是上上根人选的 这个不是普通人 这个决定是祝佛如来再来 如果不是祝佛如来再来 这是顿超 这个一生的时候 决定能正的法身菩萨 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个真是亿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 这不是亿万年万了 亿万人当中 亿亿人当中 恐怕一个都选不到 如果能选得到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救 这世界上有七十亿人 应该有七个 世界上有七个菩萨的话 这世界有救 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 理上讲没错 世上是正困难的 有一个人也是这样 他说好多念 他就是一心的观自己的念 不行不行 决定不行 决定不行 念佛号还能往生净土 不念佛号的时候 他要不能正得无上菩提 他决定还是多三土 出不了六道 那个无念是什么 无念是妄想 无念是无明 有念是妄想 那佛福晓得无念 那那个是你不懂 你到不了理境界 凡夫真正修到无念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果报在无想天 是你不懂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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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